这表情3 2 1 天亮了 请各位玩家放下手中面具 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 请在我倒数后举其面前官方蓝沙的牌子 3 2 1 参与警长竞选的玩家 有1号 4号 6号 7号 8号 9号 10号 11号 12号 2 3 5 3名玩家在警下 现在时间 由1号玩家开始发言 1号玩家请发言 12号茶茶 警徽留验一张二吧 警下验二 警上11号玩家 开牌前觉得像个狼的 没去验 直接奔了12号玩家去 觉得12摸牌也像个狼 就先验了12 警徽留就21吧 因为验了茶茶我就上警 验了精水我可能就有狗在井下了 所以警徽留就打21 第一天验了12号玩家是个茶茶 就这样过了 4号玩家请发言 我觉得一半一半吧 首先12号是什么身份要替12号发言 因为警上的人存在去炸身份 对吗 我觉得1号玩家 如果你不是个预言家的话 我也觉得你不是一张狼人牌在汗跳 因为我认为2号玩家是个狼 你警徽留了2 所以我觉得你一半一半 为什么认为2号玩家是个狼 因为2号玩家不太符合他的人物设定 至于是什么设定 我就暂时不讲 所以我认为2可能是井下的那张狼人牌 开牌之后 我是看了三五的表情 我认为都还好 我认为都还好 那么6这个位置可能会造成一张狼人牌的位置 对吧 听听你发言 我认为1号玩家还好吧 就还好 那么过了 6号玩家请发言 先聊正事 12精髓 请会留 那就只能验这个4了 好吧 4 4 5岁 莫妹子 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验12呢 那我先知道她是什么 对吗 她是个茶茶的 我就算了 我就随便弄弄了 这个井水呢 我就用用力 对吧 再说别的 就这把呢 输赢不重要 你们在场的都听见了 上把呢 这个观众席上 有个人要给我10万块钱 就是那个南腔的巨母鱼 别赖 100多号人在这里呢 北银粉丝 南腔粉丝都在 赖不掉 好吧 我想一下 我先跟你们说 E为什么不是个预言家吧 首先我是个预言家 他就一定是个狼 因为他跳了我的身份 其次 我跟你们讲逻辑 他在入月前 他对着11说 他比了这个手势 他说11是个狼 那你凭什么守爷爷11呢 对吧 凭什么守爷爷12呢 11还在 那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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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秀啊 我都CV出道了 你秀啊 我跟7号玩家CV出道了 你把我秀了 那怎么弄啊 那就先这样吧 那过了 好吧 我随人家12金水 你会留 4-5顺页 过了 1号玩家退水啊 是退水了吗 我没听到 我想再面1的 我不想再面你啊 我觉得你不是啊 好 6号玩家 最后一场了 好 上场的最后一场 给大家比个心 好吗 谢谢大家支持南枪 好吗 谢谢 谢谢 哈哈 没有 我是这样想的 好吗 我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1 像个好人 好吗 我觉得1像个好人 你就不太好了 好吗 我以为 我觉得1乍 123分乍都蛮像的 好吗 我觉得12不太好 我觉得4像个好人 好吗 那5号玩家 你可能就不太好了 3我就不点了吧 好吗 3我就不点了 我入牌 开牌定的身份啊 80 好吗 我觉得80一定带身份 是好人还是狼人 我不知道 好吗 是好人还是狼人 我不知道 听听放言吧 好吗 我认为6不像像 好吗 我认为6不像像 我认为12不一定是个好人 好吗 我觉得1812查查12蛮尴尬的 蛮尴尬的 蛮尴尬的 就这样吧 过了 我是个好人 我的表属也很简单 因为我单身 所以我一定是个好人 你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我就告诉你 因为我单身 所以我一定是个好人 因为狼人晚上睁眼看 能看到四个同伴对吗 有另外三个同伴 我单身 我晚上睁了眼之后发现 反正说多了 对不起对不起 我可能是个生 反正不管怎么样 因为我单身 所以我是个好人 这是个铁逻辑 你能理解吗 其他玩家 但是我不认为你是个好人 我认为你有点像个狼人 因为钱之为这张诗啊 我不认为他一定是个好人 这个诗 他去开口的时候 我觉得一一一半一半 然后又说 我觉得一一你老爸不是 你也一定是个好人 那有什么一半一半呢 你说一半一半 不就是一半是预言家 一半是狼吗 你就告诉我 他是个好人 所以我不认为四是个好人 你在那位置 你告诉我四是个好人 那你就很差了 这个六 你就听完他的发言 就觉得他一定不是 那因为一代面退水了 六发了十二一个精神 那后织就这么多张牌了 你听嘛 你都不听到 你觉得八十代身份 压力也不给 我认为七是个狼 我是个好人 因为我单身 你不单身我觉得 好吗 过了 九号 一号玩家请发言 我认为前 诸位四号玩家 是一个狼人 因为四号玩家 发出了一号玩家 你不管是不是预言家 我都认为 你是一个好人的言论 一给十二茶沙 在你眼里 你在一号玩家 后织会发言 你要么认为 他是一个预言家 要么他认为 不是预言家 怎么会有什么 一号玩家 你不管是不是预言家 你都是好人呢 那你的意思就是 十二号玩家 是一个狼人 所以你会发出这样的言 所以我认为 前之位发言 四号玩家 像一个狼 六号玩家 给十二号玩家 发精髓 力度是有 而且是因为 一号玩家 先发十二号查杀 我认为 七八里面 可能八偏向 那个狼 因为八打了七 保四 七是认为 一向好人 我当时以为 鲨鱼哥马上 要自爆了 因为他发十二号查杀 我觉得炸身份 炸末之位 不太好 那基于人设 我觉得一号玩家 可能是好人 因为他选择了退水 井下二三五 你们要是吃豹子吗 我底牌三张尖 希望不要被你们 三个弄死 就这样吧 我认为前之位的狼 可能是四跟八 井下二三五 我觉得可能会出狼人 那么后之位 十一十二 十跟十一是吧 十二精髓 十跟十一还得出个狼人 发言还有三十秒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上把点错了 但我觉得人不能失去自信 我还是得点 过了 十号玩家请发言 十二二十年九叉杀 四八都保了吧 我觉得就二七九 十一十二里出一个吧 我觉得一是个好人啊 就十二算验了 四好人 八好人 验七 没有心路立成 常规赛验了他 精髓翻水了 你不就继续验他吗 就 就查查 为什么七号玩家 你是个狼人 是因为入业之前 你跟九号玩家 是有互动的 因为我们上一把货牌了 你说上一把他拿了个平民 这个表情 这把他是什么东西 能这个表情 九号玩家说 再会你就知道了 我觉得 你不太会在这个位置 不去点九 携我一轮九号玩家查杀 就前置打了四八 没管你 我就更觉得你像他狼狼般了 哦 六号玩家汗跳了是吧 哦 我忘记了 忘记了忘记了 六给十二发了个精髓是吧 哎呦 忘了忘了忘了 我真是太困了 那就还是十二嘛 就没点六嘛 我挺会留十二十二 不是六发的精髓吗 就就啥啥 白狼王的反正你们也要汗跳啊 那我等一下再好好发言吧 那就这样吧 九 二 十二 孙演我过了 十一号玩家请发言 我手伸满草呢 我去打二三 我觉得二三像两肥 你一名错过了 对吧 鲨鱼哥名错过了 我就这么告诉你 因为九的发言是跳跃性的发言 我不能在这个位置 我捶了九就告诉你们全场 我这样变这个识 不合理的 因为九的发言 他说打四 他觉得四像是个狼人 然后你又去打这个八 其实八的发言 我没怎么仔细听 但是我听了七的发言 七是去保四的 八说你七要去保四 你七的身份低于这个四 那么怎么会是八 四八是两个狼人呢 对吧 在你心目当中 你觉得四是个狼人 七去保四不是应该四七吗 九的逻辑不是敏发的吗 我是这么想的 一张牌指来了 是哪里聊崩盘了呢 是说你一去查查这个十二 得去听十二去聊 他没有认你是个预言家 也没有觉得十二是个死匪 但是他告诉了已知的信息 他说但是我觉得你是个好人 为什么呢 你的景徽流里面有这张二 二得是个匪徒 对吧 所以说二四里面一定开朗 二三四三张牌里面 至少开两个匪吧 预言家 我为什么在这个位置上面不分呢 交给十二去分 我都拿你们金门的扇子了 对吧 那你去分 你觉得这个六 有没有可能又来骗你 会怎么样的 因为我觉得 它是张吃身份的牌 它是个吃身份的牌 我底牌没有身份 那我就不能说 你是个死匪了 我有身份呢 我就强打你了 没身份 对不起 但但但但 还有三十秒 别抱我 别抱我 过了 12号玩家请发言 这边肯定 这边6号玩家 又跑不了 1号玩家 白狼王自暴 可以发动技能 7号玩家 白狼王自暴 带走11号玩家 11号玩家 请离场 昨夜 双死 5号 6号玩家 死亡 5号玩家 请留一言 我 底牌不是个女巫 这是怎么死呢 就是你们对我逍遥派 是我的大敌 我底牌是个守卫 昨天空手 所以呢 女巫 如果不就6号 读了5号 那你就自己去赢 这个游戏吧 好吧 过了 6号玩家 请留一言 那没办法 我是个女巫 吃到了 我总不在读啊 那没读平民 是不是还可以 我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 没读平民 是不是还可以 对吧 那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一个白狼王 一个守卫 那读到守卫 没读到白狼王 那没办法 那是我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是我不对 I'm sorry 我好玩家 因为为什么读5是有心路历程的 因为6月前 我跟他有个对话 你知道吗 我说你抽烟吗 他说他不抽烟 我说那你为什么 刚刚跟南枪的一个小师妹 出去抽烟了 他说我过敏 我跟着他抽 不是 他抽我看着 我说你过敏 那你凭什么陪着他呢 那他抽有那个什么 我心想他有烟味的 你不是一样过敏吗 我觉得他说谎了 我就只能把他赌了 就没什么太多心路历程 那10就是唯一于冤家 对吧 10就是唯一于冤家 因为 我为什么给12发个精髓呢 因为我认为1一定不是 我认为你一定不是冤家 我认为12不会守刀我 对吧 当然这可能有一点点场外 但是 我认为他不会守刀我 因为我大老板从北京飞过来 我四场比赛 他只让我打一场 还是白浪王的局 再刀我不可能吧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他是个好人 反正 没办法 这吧 我的问题 我错了 没办法 我错了 你这个无锡老乡 就 没得做了 没得做了 没关系 我过了 5号 6号 玩家烟结束 7号 白浪王自爆 带走11号 直接进入黑夜 请各位玩家 佩戴好面具 天黑 请闭眼 狼人阵营 选择拍刀 本局游戏 狼人为 4号 7号 9号 12号 其中7号为 白浪王自爆 带走11号 老人阵营 现在可以讨论 对啊 5号玩家是 有卖有卖 不开一下 好吗 好 我一定是个首位 4792卖 开一下 6一定是个女巫 对对对 11号爆出是个平民 10号玩家是个预言家 我们是三刀是吧 三刀对吧 三刀 首先呢 1号玩家是个猎人 因为他在那个地方 给12号发了个茶沙 并退水了 所以我锁定1号玩家 是个猎人 好吗 锁定1号玩家 是个猎人 如果说 因为6号玩家 是个女巫 他在这边起跳 给12号发了个精选 他死了 他是张身份盘 我们第一天 刀的6 5号玩家认首位 一定是首位 8发也是平民 我们俩都定了 我认为2 3 我认为2 3 挂项都像平民 就这么简单 包括3号 2 3是啥 长得像平民 是吧 对 长得像平民 这也太搞笑 所以首先 1号玩家如果没身份 他在这个局 不会给12号发 啥啥 我们有一刀 容错率 那就 那是11 3嘛 11 如果是2 3 你再找 你再找一个 我认为11 首先啊 我先跟大家说 6号玩家是怎么找到的 晚上我们在那弄弄弄 他在那边很害怕的咽口水 娇娇跟我说 6一定不是女巫 我头给他砍了先 我也咽口水 牛逼牛逼 他自己都说了 我就安排他打了一场 不好意思 第一刀就落实了 你们都坚持就算了 首先我 我为什么觉得 1号玩家有存在 不是猎人的点呢 因为他拿猎人 老是偷偷摸摸在井下投票 所以你昨天晚上 我以为两刀 那10跟1 我觉得再听一听 那三刀 那就杀光他们 就11 23你再挑一招吗 不是 你们参考一下 我觉得23这两刀都攻不上 我觉得牛逼1点11两刀 就就就就就 那个11两刀就结束了 不是不是 那不行 就是那不行 首先你们确定8 一定是个平民吗 我听他发言不像身份 80个蛋 大家记住啊 他订8一定是个平民 我呢 有不同意 意见 是有不同意 不是 我们这个刀了女巫 独了守卫 装逼也要拍刀啊 失败了也得装 失败了也拍刀 真的不一定得装吗 那就是18 你先当下我 好不容易大家都来看 不是 咱有一刀入错率对吗 对 那就 就如果你们 你如果4跟12觉得8有可能是链人 那就118 是这样的 我分析一下8为什么在我试点有可能是 因为4的发言就是飞神机狼 对吧 你在那位置觉得4不像 他起来就认为你像一个狼 还把4号玩家也捶进去 这8号玩家顶上原始发言 我这刀要是我卡 我不会把8甩下 那就是 那就118嘛 一哥一哥被我们排了是吗 对 那一哥离析 厂前说 说他一定要就是已经分数上不上去了 他要混这个局 我认为他拿张神牌一定会在锦上混 就是锦上去发言 那我觉得10号玩家一刀 1号玩家一刀 8号玩家一刀就合理一点 对 因为咱们统一二三都是平 为什么会把3排掉 我还是那句话 我说1号玩家是个平民 他很喜欢宝命 他很喜欢宝命 他是给你后续的锦上发 什么 我说3号玩家很喜欢宝命 长得帅的人抛眉眼不行啊 不会这么做 我认为3号玩家 那是这样吗 就118吧 你们非要到8那就到一到8 不是 你觉得他有吗 我觉得他发言香 首先我们先确定一点 2都被你们排了 如果20猎人就很少 23排了吧 3我也排了 3我排掉了 那就118 118 狼人阵营同意见了吗 10号1号8号确认 是没掉下来 10号1号8号死亡 游戏结束 狼人阵营获胜 9号8号3号1号灯 潇过来 20号4号9号5号5号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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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4号7号4号紧